自从安尼被诊断出犯有帕金森氏症以来 已经有四年了 他的症状有稳定并保持可管理性 冥想和积极的思考 可以帮助帕金森氏症的想法 听起来很像牵强附会 但已经科学验证了 2002年 约翰·肯尼迪研究所通过测量大脑的运动 来测量冥想对神经地质释放的影响 Nidro瑜伽期间的活动 与生存放松和使心灵瓶颈相关的瑜伽知识 他们发现在冥想过程中 多巴胺的释放量增加了65% 老的附测部分 闲而易见的问题是 我们该如何冥想 经常会有些焦虑与此相关 你可能认为这很困难 或者你需要多年的瑜伽练习 才能够做冥想 这不是真的 你会获得与冥想相同的生理益处 无论你是通知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冥想者 诀窍是你要定期打坐 并不必担心你有没有做对 在这个社会边缘 冥想曾经是一种深奥的实践 现在已经西化了 甚至银行家和首席知识官都在冥思 都在沉思冥想 你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中 找到数十本有关冥想的书 有无数的应用程式 可以提醒你进行冥想和教堂 呼吸以及其技巧 YouTube充满静心的冥想 和冥想音乐的播放列表 尝试其他方法 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如果你从来没有冥想 我强烈建议 从冥想开始 这些会告诉你 通过不同的阶段 并帮助你达到内在的平静状态 随着你变得更多适应它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自己进行冥想 就像一块肌肉 更多的使用它 它就变得更越强 接下来的问题 肯定是我们如何转变为 积极的心态 通过改变你的看法 当你想到令人烦恼 或沮丧 或愤怒 或悲伤时 情况是 你的身体会紧张地做出反应 你的思想会朝着这个方向 不停地盘旋并反馈给你身体 相反 当你在情况和人中 寻找积极因素时 例如通过问自己 这种情况在教我 什么 或什么使这个人的行为 会往这边走 甚至 我如何为所有相关的人 改善这种状况 那么你可能避免陷入抑郁 或消耗多巴胺的思想模式 并且更有可能保持正经 与和平 或者至少更有可能 更快地缓回应该的状态 当然 我们的情绪和思想 总的来说是很复杂的 思想模式和根深蒂固的信念 是在生命的早期就被学习的 也由于这种这么早接收了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精确地 一直保持原来 在吸收这些思想时的模样 因此 如果你被诊断为帕金森视症 为什么 这些疗法非常有用的原因 既可以接受诊断 也可以放手原谅过去 克服情绪的低落 步入积极的心态 自助书籍 也是自我发现和思想转变的宝贵工具 如果你认为 如果因为认识到自己的某些想法和模式 而感到担心 那么现在不是时候 感到内疚和责备自己 这只是更加消极的想法 你现在有的是很好的机会 通过有意识的 通过内在的工作 来做出积极的改变 使自己摆脱负面的思考的习惯 并重新获得快乐 寻找自助的本书 治疗师生活经验 开始你的旅程 使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快乐 多巴能更好 第四部分 延迟帕金森视的15种日常习惯 如我们所见 帕金森视症的发展设计许多因素 环境的污染污 西方饮食 毒性的负担增加 缺乏运动压力和沮丧 为了改善症状 并延返帕金森视症的进展 你需要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 这16个日常习惯 将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排毒 一 吃两份十字花科和葱薯蔬菜 这可能帮助你肝脏排毒 并提高骨肝关态的水平 参见妇物商表 抗氧化剂和排毒食品 二 每天喝八到十杯的水 也可以凉茶 这可以帮助你肾脏排出 急剧的毒素 以温水和灵门开始新的一天 三 至少睡八个小时 这可能使你在快速演动阶段的时间最大化 并帮助淋巴系统冲洗脑部的毒素 第四 至少吃六份富含抗氧化剂的书 包括十字花科蔬菜 它们可以对抗自由基并降低炎症 它们富含有纤维素 还可以帮助你的消化系统消除毒素 参见副表三 富含抗氧化剂的书清单 五 服用健脑补品 优质的食品生长多种维生素 益生菌的补品 和基于藻类的Omega-3补品 提供你的多巴胺水平 六 至少吃一份多巴胺前提 有关富含本饼胺酸 弱胺酸和维生素B6的食物清单 请参见副表四 七 至少食用一份促进多巴胺超级食物 有关多巴胺增强超级的列表 请参见副表四 八 至少运动三十分钟 每天两次 每次食物分钟 以放松僵硬的肌肉 并促进血液循环 或预定太极气功瑜伽课 你可以在副表七中找到一些练习入门 九 冥想 从早上或晚上五分钟开始 YouTube Headspace和Gaia.com都提供指导性冥想 帮助你入门 十 释放负面情绪 放开让你的情绪低落的焦虑 沮丧和不满 你可以通过自助的实践来做到这一点 例如感谢的感恩的冥想和每天的日记 或者找到与你产生共鸣的治疗师和生活教练 十一 让一些做一些让你微笑的事情 无论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或参加自己喜欢的爱好 与朋友或自爱的人通电话 还是阅读音乐 一些好的书 每天抽出时间来改善自己的心情 十二 进一步 参见呼噜巴中其中七种